即时新闻综合报导 韩信跑酷教练 我7日在YouTube上传一段 致苗栗古鸡龙藤断桥 与藤瓶断桥进行跑酷的影片 不但三两下就徒手攀上桥柱 还在断桥上后空翻 有网友质疑男子攀爬古鸡不具合法性 是破坏古鸡的行为 他却在底下留言回复 我没破坏古鸡比我还坚固 苗栗县文化观光局局长林彦福指出 龙藤断桥高约10公尺 曾历经两次台湾中部大地震人留存 花费不少心思维护 是苗栗县观光亮点 不过却有男子在这座县定古鸡上跑酷 还将影片PO上网 引发网友留言批评 古鸡是能随便上去的吗 那古鸡也怎么可以乱爬 用坏逆赔很难则回可以来 还说其实用古鸡做跑酷这种事我也不是第一次了 林彦福说 由于文字法规定若毁损破坏古鸡才能断定违法 目前仅从影片中攀爬男子所拍的照片难以断定 将现场勘察是否有毁损状况 同时呼吁民众或喜好攀爬的玩家请勿随意登上断桥 若有破坏情形将依法送办 而且断桥较高 攀爬上去也相当危险